抓回啊 好了 超商内爆发口角冲突 旁边这名黑衣男子 对着超商店员破口大骂 就算警察到场 男子的火气照样很大 但他才在不久前 因为嫌弃店员找钱态度差 竟然直接拿起架上的红酒 直接往店员的头上砸下去 把对方打到头破血流 惊动到附近民众立刻报警 民众因不满孙姓超商店员服务态度 所以伙同两名亲友前来教训 火爆冲突发生在上个月29号 诚信嫌犯在台北中山区的一间超商 因为不满店员找钱用丢的方式 因此找来两名亲友 开始对店员一阵拳打脚踢 三打一把店员打得头破血流 另外在新北戏指 则是上演群众斗殴全武行 一群人原本聚集在事发点 突然一部白色轿车 快速冲到现场一下车 两派人马一共14人当街斗殴 范贤还砸毁对方车辆 没多久警方到场立刻对空鸣枪 呼叫支援警力 警方到场嫌犯还想狡辩 据了解事件起因 是范贤人马追讨债务 结果认错人 双方14人就在街头爆发冲突 大打出手 范贤因为债务纠纷认错人 竟然引爆冲突 警方把两帮人马全部叫回警局 要来厘清有没有其他纠纷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